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特工维维安正在接受新任务,杀死绰号为狼的沃尔夫港。 过去十年里,狼这个德国狼一直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出售原子能材料,威胁美国安全。 然而中情局却至今没有狼本人的照片,因为他的生意向来是让手下阿比诺出面解决的。 但中情局近期得到可靠情报,下周在贝尔格莱德,狼的公司将向一位叙利亚买家出售脏弹。 不过中情局资深特工伊瑟会解决掉这个买家,小分队也会截获脏弹逮捕阿比诺。 威腕的首要任务就是除掉在这次交易中会亲子献身的狼。 即将交易脏弹的酒店里,伊瑟已经顺利解决掉了买家,并在伪装成酒店服务员的同事雅思米娜里拿到了扫描仪。 阿比诺就在此时现身酒店,伊瑟若无其事地跟阿比诺迎面而过,用藏在行李箱内的扫描仪撞向阿比诺的箱子。 接着他带着扫描仪回到中情局,等待同事确认扫描仪扫到的信息。 趁这个空档,伊瑟赶忙到报刊亭用自己的手表跟老板换了零钱,然后跑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女儿左翼打了一年内唯一的一个电话,因为这一天是女儿的生日,但左翼并不灵情。 父亲的生命里只有工作,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同事们已经确认了阿比诺的箱子内正式脏袋,可以进行逮捕行动了。 不过,酒店里的阿比诺也已经识破了雅思米的伪装,他连忙通知狼,交易必须取消。 随后将雅思米拖到电梯间,利落地解决到了这个大麻烦。 特工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酒店,狼的人无所顾忌,直接在光天化日下使用炸弹。 这样特工们措手不及,还在一旁哄女儿的伊森看到同事的车被炸毁,赶忙扔掉电话,掏出手枪,三两下解决了万维的敌人。 等伊森冲进酒店,阿比诺也已经带人到了酒店大厅,他直接引爆了放在酒店顶楼的炸弹。 炸弹的冲击波将伊森先翻在地,微晚在远处观察着这一切,但没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所以他不敢贸然出手。 好在经验丰富的老特工伊森迅速调整好状态,不仅让阿比诺的手下全军覆没,还差点就抓住阿比诺本人。 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伊森即将得手之际,他却突然倒地不起,只来得及击中阿比诺的腿。 警笛声越来越近,阿比诺来不及报仇,只好一拳一拐地讨论。 再次醒来时,伊森已经躺在了医院,医生通知他得了脑癌,生命只剩下三到五个月,甚至无法度过今年圣诞节。 而中刑局的人听到此事后,当即宣布伊森退休,他毕生努力所得到的只有一笔退休金和一块新手表。 无奈下,伊森只能回到巴黎的家,但当他掏出钥匙,准备进门时,却发现自家的门怎么都打不开。 他只好用尽全力敲门,却看见了几个陌生面孔。 黑人朱尔斯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搬了进来,得知伊森是房主,他立刻表现得很卑微,试图取得伊森的好感。 就连朱尔斯的孙子也在看伊森的脸色。 伊森找到警察,可巴黎有保护非法居住者的法律。 警察无权赶走黑人,伊森如果自己驱逐他们也是不合法的,必须等来年开春再让他们离开。 伊森表示很无奈,他回家打开保险柜掏出其中一把枪,警告诸尔斯,等到他怀孕的女儿生产后就必须搬走。 第二天一早,伊森找到前妻Tina,把自己为女儿存下的大学费用交给他,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得了绝症的消息。 伊森告诉Tina自己想见见女儿,得知伊森已经退休了,Tina没有拒绝他的请求。 来到学校,多年未见,父女二人写得格外生疏,索伊甚至不愿叫一声爸爸而是直呼其名。 看到父亲买来自己曾说过最喜欢的紫色自行车,索伊也不为所动。 伊森没办法,只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买菜,晚上他要在Tina家为家人们准备晚餐。 在市场,伊森遇到了化名为薇薇的薇薇安。 他不仅说出了索伊的名字,还拿出自己曾抵押给报刊亭的手表。 伊森只能听薇薇的话,上了他的车。 车上,薇薇道明来意,原来上次的任务只有伊森一人幸存,所以他是现在唯一见过狼真面目的人。 他想让伊森再次出山,找到狼并杀了他。 作为报酬,伊森可以得到一种足以延缓他生命的实验性药物。 二人就这样一派即合,他们需要先找到狼的一位会计。 伊森动作审速,在薇薇赶到约定地点时已经制服了所有人。 不过目标人物并不在其中,薇薇毫不留情杀了里面的人并叫来另外两人处理现场,然后带着伊森离开了。 薇薇按照约定给伊森注射了药物,但他无法保证这个药的效果。 伊森只能再向薇薇索要报酬和一份一百万美元的人身保险,毕竟他要为女儿的将来做好打算。 因为执行任务而晚归的伊森让Tiner很不爽,他明天就要去伦敦出差了,把女儿交给伊森照顾很不放心,他决定请为保姆过来。 伊森赶忙辩解,他迟到是因为找到了能缓解他病情的专业医生,Tiner这才罢休。 当晚,伊森就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头晕目选,他赶忙打电话给薇薇,薇薇告诉他喝福特仙能够缓解症状,伊森照做后果然好受了许多。 Tiner离开后,伊森和女儿朝夕相处的生活开始了。 这天伊森刚送走去上学的左翼,薇薇就找上门来,用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让本想放弃给他打工的伊森乖乖上了车。 为了找到目标会计师,两人先找到经常给阿比诺出租好车的租车公司老板米塔。 伊森劫持了米塔,用电机、胶布丝椰毛等方式折腾他,让他说出了会计的下落。 伊森找到地方正准备动手,左翼打了电话要他立刻来他们小时候最喜欢去的游乐园的专业处见面。 为了女儿伊森放弃了任务,马不停蹄地赶到游乐场和女儿玩了一整个下午。 左翼又说晚上有事,要去一个俄罗斯同学家,说完这就走了,伊森便到超市采购生活物品,没想到在这里伊森遭到了一名杀手的枪击。 随身穿着防弹衣的伊森通过装死出其不意地制服了杀手,回到家后,Tina又回复了留言,她说从没听左翼说过他有什么俄罗斯同学,这样伊森越来越不安。 打开女儿电脑后,伊森看到他同学发来的地址,立马赶了过去。 是个像叶总会一样混乱的地方,伊森在大门外的一辆车里,找到了女儿的书包和一张写着蜘蛛的卡片,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左翼。 他不了解女儿的心思,只能再次找上米塔,因为他也有两个跟左翼年龄相仿的女儿,他直接问米塔的女儿那张蜘蛛卡片的意思。 两个女孩告诉他,卡片所说的是一个叫晚会之家的地方。 嘈杂的环境让伊森药物副作用再次发作,好在这里并不缺酒,他赶忙灌下几口酒,暂时恢复神之后,继续寻找女儿的下落。 卫生间里,几个流氓正对着左翼上下其手,好在伊森及时赶到,三两下解决了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 清晨被下药的左翼清醒过来,伊森因为他的叛逆跟他激烈正常,甚至埋怨左翼这么大了,竟然还不会骑自行车。 伊森的话让左翼彻底爆发,他说自己不会骑自行车是因为从来没有父亲交过。 左翼的话让伊森惭愧极了,他停止发脾气,并且想要弥补。 落日余晖下,伊森指导着左翼学骑自行车。 左翼看着父亲,问他这么多年是不是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宝贝女儿。 伊森自认是没有的,听到回答,左翼一改他的态度,对伊森敞开了心扉。 虽然家庭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但工作还得继续。 伊森再次找上米塔,了解到会计师的行踪。 借着堵车的空档,趁机掰弯了车辆后视镜。 司机不得不打开车窗,把后视镜搬回去。 接着他又把一颗炸弹贴在保镖的车底。 准备工作完成后,伊森戴上防毒面具,向会计的车辆发射毒气弹。 顺利截走会计,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公寓。 会计龟多是个胆小如鼠的人,伊森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他就全盘拖出。 就这样,伊森掌握了关键筹码。 左翼在这时突然打电话给伊森,他今晚想要给男友修做意大利面,问他做法。 正瞧着会计就是纯正的意大利,便把自己母亲的秘方都贡献了出来。 为此伊森没有杀他,还嘱咐公寓里的黑人小男孩叫他离开两小时后放掉贵多。 那个皮箱足以引出狼。 凭着皮箱和密码,伊森在微微这里换到了第二阵阳。 回到公寓,黑人朱尔斯的女儿生产了。 目睹新生命的诞生,让伊森想起自己曾因工作缺席了女儿的出身。 朱尔斯把外孙女交给伊森抱着,还给外孙女也起名叫做伊森。 为了感谢没有杀死他们,还收留他们的。 此时此景让伊森再也无法开口感人。 然而朱尔斯却坚持履行承诺,他们将搬到郊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去。 回到Tina家,左翼告诉伊森自己明天要参加修的毕业舞会,邀请伊森一起去。 伊森当然愿意,他还在顺便教了左翼跳舞。 回来的Tina看到翩翩起舞的妇女不仅泪如雨下,三个人愉快地交谈,仿佛再没有了隔阂。 又是曾经那个幸福的一家三口。 隔天早上,伊森又接到了薇薇的电话。 阿比诺出现在了当地的一家酒店内,伊森不得不再次出发。 酒店外,果然发现了阿比诺。 在阿比诺上车时,伊森发现车中还有另一个人。 此人太有印象,在那所被炸毁的酒店里,他也曾见过。 伊森认定这个人便是狼,狼和阿比诺坐着的正是米塔驾驶的车。 伊森开车追上去,利落地解决掉了保镖,然后突然变道消失。 在狼等人放松警惕以为甩到伊森时,他又突然出现猛地撞向米诺的车子,把他们的车撞翻到桥下。 伊森赶下去时救下了被困在车里的米诺,狼却没有受伤。 他一路跑到地铁站,想坐地铁桃,可惜没赶上。 伊森在后面穷追不舍,然而就在这时,药物副作用又发作了。 好小不巧阿比诺也及时赶到,看着倒地不起的伊森,阿比诺兴奋地把他的头按进地铁轨道里,想让他死在铁轮下。 千军一发之际,伊森突然抱起,一拳打飞了阿比诺,让阿比诺和列车撞了个正招,成功反杀。 再也无力支撑的伊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逃跑,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打通了微微的电话。 虽然狼逃跑了,但值得高兴的是,实验药物对伊森产生了积极的治疗效果,甚至有可能让他痊愈。 伊森还没来得及高兴,Tina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提醒他,再不回家就赶不上去左翼男朋友的派对了。 到派对现场,电梯里,伊森和Tina遇到了修和他的父母。 修的父母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还把自己的生意伙伴介绍给他们。 没想到的是,修父母的这个伙伴就是狼。 四目相对的一刻,伊森和狼的笑容都宁固了,不过他们都没有戳穿对方,还互相微笑握手。 出了电梯,二人就私下伪装,伊森找了个借口让左翼寸目不离地和修在一起,自己则上二楼盯着狼。 伊森的异常让Tina意识到他又在为钟情剧工作。 Tina很失望,认为伊森所说的来到巴黎是为了陪伴他们母女的话都是谎言。 伊森没有时间解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Tina离开。 狼计划好一切,准备乘坐电梯逃跑,临走前还命令保镖杀了伊森。 伊森再次开始战斗,到底是钟情剧出身,他轻松杀死了这层所有的保镖,打断电梯的钢索,让电梯直接坠落在一楼。 然而狼的生命力异常顽强,即便如此,还依然活着。 伊森解决掉所有的保镖后,终于在一楼追上了狼。 但每到关键时刻,药物的副作用就会拖伊森后退。 好在副作用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伊森很快醒了过来。 维维也及时赶到,他命令伊森完成任务杀了狼。 可是伊森想起Tina和左伊的愿望,他们不愿自己双手沾满鲜血,所以伊森不打算动手。 维维健壮只能自己开枪,为此次事件画下句号。 圣诞的灯光下,Tina和左伊相拥聊天,维维也送来了礼物,是治疗伊森的药剂。 伊森不仅过上了今年的圣诞节,未来也将拥有很多个幸福的圣诞节。 你不在场,我是无人收割的买天,图具锋芒。 伊森在过去的时光里错过了太多太多,职业的特殊性让他缺席了女儿的人生。 所幸,一切都还来得及,当心中有一簇迎着历日而生的花,风雨再大,也都绕开濒临破碎的灵魂。 我是阿九,句再见,翻海便桑田,一句想你,离花修待遇。